好,各位同学,那么我们开始这一集课 这一集课我们把上周课的这样提出的一个问题 给大家来讲一下 希望大家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答案 好,我们直接回车执行看一下结果 它没有报错,很显然它已经是运行成功了 然后我们Print看一下 这个A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曲奇 大家可以看到原来的这个数字4 被改成了这样的一个字不算4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不是说原主是不可改变的吗 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改变的是列表 大家看到这个4是位于这个列表中的 我们改变的并不是原主 好,那么我们接着来学习我们新的支持点 这一集课我们来讲一下Python的这个运算符 那么这个运算符我们之前也多次使用过了 比如说我们曾经把两个整数相加 那么这个加号就是一个运算符 那么这个运算符和我们数学上的运算符的这个概念可能不太一样 我们数学上面通常都是说这个数字做这样的一个加法运算符 但是在我们的编程语言里面 我们的制服串也是可以用这样一个加号运算符来连接在一起 那么我们接着来回忆一下在我们之前的课程中 我们使用了哪些这样的一个运算符 我们曾经使用过了这样的一个加号 然后我们还使用过了这样一个长号 一个列表乘以一个数字 相当于把这个列表重复 这样一个数字的次数得到123123123 好,还有这样的一个减号超多幅 那么有加有减有长得除吗 有啊,这个我们也介绍过了 比如说那3除2 好,1.5 然后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还介绍了 双斜杠 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它是整除的意思 等于1 关于这个加减乘除 没有什么太多可以讲的 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在我们数学上面 通常我们用加减乘除 都是只能对这样一个数字 做这样的一个算数运算 但是在我们的编程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除了可以对这个我们常见的数字 做运算之外 我们还可以对列表做运算 也可以对这样的一个字符串 做运算 好,那么在我们数学上面 还有一个概念 叫做语数 那么在python里面如何来求这个语数呢 python里面是使用这样的一个百分号 来求语数的 好,那么这样的一个5对2球余数的结果 将是得到1 这个余数可能在我们数学上面 用的比较多 但是可能相对于加减乘除 同学们对这个概念可能比较陌生 那么下去之后 大家去查一下这个余数的概念 好,那在我们数学里面 还有这样一个平方 立方的概念 或者是说更高次方的这样一个概念 在pass里面怎么表示呢 比如说我现在要表示 2的2次方 这么表示 类似于乘法 只不过这里面是两个信号 2 然后两个信号2 表示的是2的2次方 可以看一下等于4 对不对 14呢 2的3次方 2的4次方 2的5次方 好,我们看一下2的5次方 32 那么以上的我们所举的加减乘 等等 这样的一些符号 称作运算符 而且在python以上的几种运算符 被我们特别称作算数运算符 为什么叫算数运算符呢 因为这些运算符号 都是来源于我们数学里面 对数字的这样的一些运算 所以说被称作算数运算 但是正如我所强调的 在python里面 并不是只能对数字做运算 好 那么以上的这些算数运算符 都是非常好理解的 因为它本身就是来源于 我们数学里面最基本的一些概念 那么在后面的课程中 我们在学习一些我们编程语言 所特有的一些运算符 这个才是重点 这里我没有选择用PPT 我还是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思维导图 用思维导图来向大家展示一下 python里面所拥有的运算符号 好 我把这个给放大一下 差不多了 python里面大致有以下的几大类运算符号 算数运算符 这个我们刚刚介绍过了 然后复制运算符 也叫关系运算符 这里我比较推荐叫做关系运算符 因为在其他的很多语言里面 商家的一些符号都被称作关系运算符 然后还有逻辑运算符 成员运算符 还有身份运算符 这里还有一个运算符 就把它遗漏了 叫做为运算符 那么这里我把为运算符 它的几种符号都给它补全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运算符是非常多的 我并不推荐大家 把每一个符号的意义 通过死记印背把它给背下来 其实在整个编程 可以说是创作的工作中 我都不推荐大家 通过死记印背的方式 来记住每一个符号 或者是每一段代码的这个意义 那么我说下我推荐的一种方式 我为什么把这个思维导图给做出来 我还是希望大家 一定要抓住这样的一个大的分类 这个是需要大家所熟悉的 因为你只有知道大的分类 它的意义 你才能在你的编程的工作中想到 你要从哪一个大分类下面去获取它的 子的这样的一个符号 比如说当我做四则运算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 我们Python里面的算数运算符 这个分类 是可以解决我四则运算的问题的 那么至于说加法用什么表示 成法用什么表示 出法用什么表示 这个你可以通过查询 我们Python的这样的一个手册 每一种语言都有它的一个快速查询手册 通过查询手册来获取它具体的这样一个表达方式 比如说你遇到一个要做惩罚的运算 那么你去查 你知道的是这个信号 第一次你查询知道了 过了一段时间你就忘了 第二次的时候你还是需要去查询 那么当这个过程重复到一定数量的时候 你就不需要再去查询手册了 这个信号代表惩罚就可以记在你的脑海里面了 千万不要对着手册把这所有东西都给背下来 好 那么这里我是拿这个运算符做一个举例 实际上来说 在我们编程里面 这样的一些概念是非常多的 那么这些所有的概念性的东西 我都推荐的是用我手说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方式 并不仅仅是特指这样的一个运算符号 包括后面我们去学习面向对象的时候 我们的类和对象也有很多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我还是建议大家 第一多写代码 第二请于去查询手册 好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就先讲到这里 从下节课开始 我会向大家讲解每个运算符的具体的作用和意义 但是这个运算符是非常多的 我会从每一个大的运算符分类上面挑选几个实例给大家讲解 那么大家学习 还是我手说的 一定要培养起自己的自我学习的这样一个能力 编程的概念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每一年这个预言也在不停的发展 新的概念也在不断的添加进来 所以说大家只有养成了这样一种自我学习的能力 才能在编程的路上越走越远 好同学们 那么我们下节课再见 嗯